政治焦點 立法院動態 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案 又一次遭到在野陣營退回 原本今天的行政院長竹榮泰 要和國會議長、韓國瑜 以及立法院的朝野黨團三長一起參序 不過因為風災延期 竹榮泰上午說 希望下個星期能夠爭得韓國瑜的許可來安排時間 不過在上午的立法院院會表決過程 藍白再度聯手 封殺了總預算案 再也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民進黨立委一場中央抗議 反對藍白不顧民生 行政院長竹榮泰對總預算被封殺表示遺憾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遺憾 各地對我提出的 明年要怎麼樣來做系統性治水 明年要怎麼樣來做交通設施的安全維護跟修建 好像我只有一句話告訴他 等我爭取立法院的預算 再來答覆各位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無奈的感覺 原本週五行政立法院長與超越黨團幹部參序 解決分歧 但因為風災取消 竹榮泰希望改期到下週 行政部門要找到解決爭議的著力點 既希望在韓國瑜出面協調 不過民眾黨團堅持部分預算應該重編 能夠有一個公開的表態或者是宣示的話 其實事情就迎刃而結了 也沒有必要說好像延期 那一定要找一個時間吃飯 然後不吃飯 行政院也不知道怎麼處理問題 會想要吃這一場飯 就是希望能夠讓總預算現在趕快進來立法院 來進行細部的詳細的而且是實質的審查 而不是現在流於政治上面的操作 總預算卡關怎麼解開僵局 超越溝通勢必不能少 新廠電視黃亮姐 劉姿瑩 台灣特別報導